Hello大家好,我是Campbell 现在就有一份 演习小组的功课 首先我们看看 笔记内容 如何把 work文字 匯入powerpoint 首先 要在work 把文字设定为 标题和副标题 最好没有空白 Enter的隔行 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版本 会把这个空白隔行 为一张投影片 其实也不要紧要 我们可以去 投影片删除 powerpoint删除就可以了 请把以下文字 另存为work档 并将标题 这一行 标题这一行 就设定为标题 将没有标题 显示的 设定为副标题 没有标题显示 即是下面的没有标题显示 那些就设定为副标题 这些空白那些 可能会当做一页投影片 但我们也不需要理 提了就可以了 所以 我们可以 将这些复制 将这些内文复制 将这些内文复制 我们另存 一个powerpoint 复制了C 然后我们开一页新的字 新增 空白 开了一页新的字 我们就贴上文 贴上 我们可以按Ctrl V 或者如果贴上文字 也可以的 贴上文字 就是我们刚才那个 是煲了的粗体 我们可以Ctrl A 选取全部 然后也可以粗体 易体一点 首先第一项 就是标题 那些可以删除标题 两个字 这一项就是标题 我们选取了它 按标题 这些没有标题的 就设定为副标题 这个也是先删除标题 然后选取了这一项 这个标题标题 不用按标题 选取了它 就是标题 然后下面那些内文 这些内文 我们不要设定为内文 设定为副标题 因为powerpoint 是认标题和副标题 这是两样 副标题 内文就是副标题 这个标题 将这里删除 接下来就设定为标题 这里设定为副标题 这里设定为副标题 删除标题 两个字 先进入 这个就是标题 这些就是副标题 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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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多了 就设定了 这些就是副标题 这里没有写标题 或者副标题的 我们就把它设定为副标题 没有标示的设定为副标题 这些都是副标题 这个空白设定为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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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 这里下面是副标题 这里就是副标题 看看一页 两页 三页 四页 五页 六页 七页 八页 我应该先看看是否八页 先保存 我们就这样保存 就可以了 凌全新档 217笔记 先传到标题 接下来删除标题 接下来开 ум白 解极量 在标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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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开Work的,所以按所有档案 这个是写所有档案的,我们就找回档案所在的位置 就是桌面,找回档案名,Work就是2017不记 我们找回档案,这样就能开到 等一会儿,看看多少页字 先看看,接着呢 有标题有副标题,另外这些就是一页子 没标题的两页子,齐了,就是这样 下一节我们再研究如何将头影片味化